夫妻间这四种婚不能理,受点委屈也要将就着 一,夫妻误会严重,不能理 夫妻之间吵架了,但是缺乏沟通 因为没有解释清楚而出现隔阂的夫妻 不要离婚 这样的夫妻等到离婚后发现事情的真相 最容易后悔,但是却最不容易挽回对方 比如,男人看到异性送老婆回家 就怀疑老婆出轨,一气之下要离婚 根本不给女人解释的机会 等到离婚之后才知道送老婆回家的男人是同事 因为老婆身体不舒服,无法自己回家 同事被领导派去送妻回家 这个时候男人后悔了,女人新娘了 想挽回都没有机会了 二,孩子还小,不能理 因为自己的婚姻毁了孩子的童年和健康的成长环境 是对孩子的不负责,是家长自私的表现 在孩子的成长阶段和人生的重要时期 夫妻最好不要离婚 否则孩子还小时,留下的心理阴影 是以后再多关爱都无法弥补的情感空白 在孩子身权的关键时期 也不能理,以免影响了孩子的前程 三,婆媳关系不好不能理 不可否认的是,婆媳关系不好会影响夫妻感情 也会增多夫妻之间的矛盾 很多女人受不了在婆媳关系中受委屈而选择离婚 其实,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要把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扩大化 遇到这种问题,你们应该想的是如何化解矛盾 而不是击化矛盾,甚至逃避矛盾 这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四,夫妻争吵后冷战,不能理 虽然很多夫妻一吵架,很容易开始冷战 冷着冷着就觉得婚姻无所谓 心灰意冷,就办了离婚 这种情况下的离婚最容易后悔 离婚之后才意识到前任的好 但是谁都拉不下来求复合 只能在心里默默后悔,孤独一生